哈喽,大家好,今天我和安妮老师一起来拍一个视频,然后呢,安妮老师,你介绍一下你自己。 大家好,我是安妮洛,我有一个YouTube的频道叫做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,那我今天也很高兴可以跟另外的一个老师,苏清老师,一起来做一个视频,对。 嗯,好,对,今天我和安妮老师我们要拍的视频,就是猜猜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是什么,那我想让,对,安妮老师手上也有一个东西,我想让安妮老师猜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这个东西是我在日本买的,然后呢,就是我一看到这个东西,我就决定我要买这个东西。 但是呢,我觉得很难很难猜,对,然后安妮老师可以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,然后我会回答你,然后我们看看安妮老师能不能猜得出来。 好,来吧,你开始问吧。 哇,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盒子里是一个什么东西。 嗯,好的,那第一个问题是,这个东西是我们常常在家用的吗?在家里用的吗? 不,不常常用,然后它也不在家里。 不,不在家里用的。 对,嗯,对。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吗? 不可以。 不可以吃。 嗯,嗯,对。 这个东西是玻璃或者是塑料,还是铁的,铁的东西呢? 这个东西是塑料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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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塑料的东西。 嗯哼。 嗯,这个东西是工作的时候用的吗? 不是。 不是。 这个东西是旅行的时候,旅行的时候用的吗? 也不是。 嗯,那这个东西是一个礼物吗? 可以送给别人当一个礼物吗? 我觉得可以,但是很便宜。 这个东西在日本是一百日元,差不多是五块人民币。 不是吃的东西? 不是,不是。 嗯,孩子会很喜欢的。 我觉得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吧。 嗯,嗯。 嗯,那这个东西它是很大还是很小? 很小。 很小。 是一个圆的吗? 是圆的还是方的? 是圆的还是方的? 不是,是我买的这个,它是动物的样子。 动物的样子。 嗯,你要不要听一下它的声音? 好,我听听它的声音。 我给你听一下。 我给你听一下。 听到了吗? 哦,这个东西是鸭子吗? 对,是的。 是一个鸭子,是可以捏,可以玩的,放在水里的。 放在水里的那种鸭子。 对,这个,很多人会把它放在水里,但是我买的这个呢,它是鸭子,但是在日本它是放在别的地方的。 嗯,洗澡的地方吗? 不是,和洗澡没有关系。 不是洗澡的那个浴缸,不是吗? 不是,不是,不是。 喝茶?喝茶的? 不是,不是。 不是,嗯,但是你说的很接近了,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难猜,因为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。 猜不出来。 对,就是和你说的东西非常接近,但是呢,这个东西是放在自行车上的。 哦,所以这个,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,如果在自行车的,就是在你的前边有很多的人,所以你会让他们让一让这样的。 哦,这是那个车铃,车铃。 对,是的,是车铃,对,但是好像在日本,你是不可以按铃的,因为你知道日本很安静嘛,然后你不可以按那个叮叮叮叮,不可以。 所以呢,在日本你就可以买这样的东西,就是,就是这个声音,然后你也可以让别人听到,然后让他们让开。 哇,这个,这个我没有想到,我也没有想到,我看到的时候,我就说我要买这个东西。 在澳大利亚,我是可以按铃的,叮叮叮叮,可以。 但是我觉得,哎,这个东西,它放在自行车上,会很可爱,很好玩。 嗯,嗯。 现在我给你看看哈。 哇哦。 当当当当当。 我很可爱。 对,是一只鸭子,然后它有这个安全帽。 对。 红色的安全帽。 这个头盔。 对,然后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有风,然后它这个东西就会就会转,对不对? 对,是的是的。 这个东西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很好玩 很好玩 很可爱的 很可爱的鸭子 但是我也觉得它没有用 因为在澳大利亚 你是可以按零的 对 然后我觉得 虽然它没有用 但是放在我的自行车上 我会觉得很好玩 我从来没去过日本 从来没去过日本 所以我不知道 在日本是不可以按 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车铃 不可以按 对 在日本开车的时候 你也不可以 嗶嗶嗶嗶 不可以的 不可以按这个车的喇叭 对对对对 是的 然后因为日本 它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国家 所以它有很多 就是针对这种很吵的东西 它有很多办法 然后我觉得这个 只有日本有 对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我完全完全想不到 对 但是你猜得很接近了呀 就是你听到那个声音 你知道是那个鸭子 它跟鸭子是一样的 对吧 是 好的 那今天谢谢安妮老师 然后呢 我也会猜猜安妮老师 她的盒子里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那你们去安妮老师的频道 然后请大家关注 Story Learning with Annie 还有Lazy Chinese 我们下一次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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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